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在您看到的是 在南横公路台20线178.5公里处 在27号下午大约是4点30分左右 山坡突然严重坍塌 不过幸好工程单位先前就发现有异状 提前出动工程人员进行道路介护 还好没有造成砸伤人车的意外事故 由于土石掩埋路段过长 临近的利刀夫落呢 对外交通已经全面中断 而目前工程单位也已经进行全面的抢通 考虑到边坡稳定性 还有后续施工持续的这个部分呢 在28号以后将会分为五个时段 实时接护通行 带您一起来看看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右侧山的山坡 先是由细时滑落 没多久大片的山壁整个坍塌下来 来了 下来了 巨大的落石直接砸下 让现场监护的工人全都吓坏了 正常也因为落石也无疑漫 不过幸好没有任何人受伤 因为我们在前天的时候 就是有发 早上就是有发现裂缝 然后我们就是派人 就派人在道路的两端 做介负 然后我们这三点就把道路管制 管制之后 就是它在四点半的时候 就是整块研发下来 因为目前是小石头 还是会陆续砸下来 所以在兴起的时候 这个阶段我们是陆续还会派人 在两端间看 时段我们也是以介负通行的方式 让车辆能够在安全的形式状态下行驶 目前工程单位已进行全面抢通 但是台20线178.5公里处 考虑边坡稳定性以及后续持续施工 目前分五个时段介负来通行 分别是在上午的7点到8点 9点半到9点45分 以及中午12点到1点30分 下午3点到3点45分 以及最后下午5点到6点 其余时间都禁止通行 东南新闻综合报导 为了训练学生的独立思考 还有团队合作 解决问题与创造力的能力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 每年都会举办智慧铁人的创意竞赛 而今年决赛特别已失到台东大学的资本校区 总共有25队国内的队伍 还有来自德国、韩国、香港、日本、新加坡 还有尼泊尔等6队的国际队伍 在对呼竞赛中 冠军奖项是由台东高中的第三方程式 相信在为期三天 这72小时不间断的决赛将会是精彩可期 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举办 第13届智慧铁人创意竞赛 今年特别选在台东大学资本校区 共有25队国内队伍及6队国际队伍 展开72小时不间断的决赛 在开幕仪式上 对呼竞赛的冠军奖项 是由台东高中学生所组成的第三方程式夺下 他们延续副赛的Angry Bird主题 发挥巧思获得全场的掌声不断 还不错就是从 初赛一直到现在的决赛 其实越后面越好玩 因为你的 自己掌控时间能力越多 决赛很明显就是 他只是要叫你解决一个事情 所以你完全掌控权在你自己手上 这样的话对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然后其实还蛮好玩 就是可以控制 然后闯关其实也很有趣 不会觉得是比赛 你是感觉是在游戏 然后完成一件事 智慧铁人创意竞赛 比赛期间禁止使用手机和网路 希望学生们发挥平时在学校所学的知识 借此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相信在这围棋三天的闯光游戏当中 将能带给每一位参赛者 留下满满的回忆 及无可取代的成就感 东台新闻刘大游台东市采访报道 台东县府近几年来 办理各乡镇市的环境清洁考核工作 而也确实台东的生活环境品质 有明显的提升 而上半年度的成绩出炉 慈上乡还有金峰乡 获得乡镇市级的分组第一名 村里组则是由慈上乡的景源村 还有金峰乡的镇兴村夺冠 其中慈上乡已经是六年罢 而每次评比都在后段班的蓝宇乡 仍然在分组中垫后 不过这次仅仅以不到两分的 些微差距落后 比起去年和倒数第二名 乡镇分数相差将近有13分 也看得出他们已经有积极努力 改善环境的工作 历经上半年度的考核成绩出炉了 统计结果慈上乡夺得六年罢 这个残脸好几次 从一百年开始台东县政府 就办理各乡镇市环境清洁考核工作 近几年让台东的生活环境品质 明显大大的提升 现象表示台东观光产业蓬勃发展 每年都涌入大量的游客来到台东 难免会造成环境的战乱 尤其是主要几个热门的景点的乡镇 都还能拿到前三名相当不容易 比98年我刚上任的时候 一年多200多万的游客到台东来 游客来当然带来消费带来商机 但是也当然难免要制造一些垃圾 所以怎么样又要发展 但是又要维持环境的干净永续 这个是我们台东面对的挑战 但是我们相信局里面的同仁也都感受到 我们出去真的实地去考察去看的时候 的确是有进步的 的确是有进步的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个持续带动下去 如果每一个社区都干净 然后当然整个乡就正就干净了 然后整个台东就会变干净 蓝宇乡依旧是垫厚 但整个乡内的环岛公路 环境整洁改善真的非常多 除了少数部落游客聚集的地方 需要再加强之外 其余的都有明显的改善 蓝宇已经是站着那个位置站很久了 那不过 不过对 不过这个上半年有明显的进步 明显的进步 虽然还是最后一名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给他加油 给他鼓励 环保局表示 评比人员都是外聘 并非走马看花 而是骑着机车 深入村落大街小巷 而蓝宇这半年来 蓝宇猪已经有圈养 羊群也管理的非常有秩序 比起去年的评比 进步的非常多 未来环保局考虑增设最佳进步奖 也让慢慢投入环境清洁工作的乡镇 有正面的鼓励 东南新闻 陈敬雄 台东市采访报道 设立于1922年的观山越美车站 在日据时期 日本移民来到重谷县开垦种植甘蔗 由于当时重谷县是甘蔗种植的大产区 而沿线铁路主要都是用来在于甘蔗为主 而越美车站呢 当时就肩负了这个浙农收成之后 往南载运的主要集货点 而地方人士也希望 能够保留目前车站的日式建筑 重新让它活化 让这里成为在地人能够向下传承 过去风华时代的回忆 2013年6月 随着花东铁路电气化工程 观山站到瑞和站间 结完取值 完成轨道切换之后 越美车站猜测废站 从此走入历史 当然这次 刚好铁路的捷弯起直 把这整个死甲地的铁道留下来 尤其是车站这个附近 早期重古县 制唐业那时相当兴盛与繁华 但是后续唐厂认为 利用铁路运输成本过高 因此将铁路运输改为公路运输 一方面能够减低成本 另一方面对于车辆调度上也比较方便 早期甘蔗必须仰赖人工采收 都以草绳捆绑甘蔗成把 以力堆之运输 这里就是当时捆工堆叠甘蔗准备上台车的集货台 新盛期达到400多公尺 以前那个火车经过这 是在这边叠那个白甘蔗载到糖厂的 这它有一个铁道 过来它在那边 然后火车的货柜到了之后 就有工人 搬运工 叠上货车 然后用人工就 用那个并装车把甘蔗载来这边 然后这边有专门的人 叠上火车 然后火车到 叠上火车到旁边 走在老月台 眼前日式的照明灯 与现在单调的灯座相比之下 显得格外典雅 这个很有历史性的灯 这我们希望将来给它保留住 当地人极力希望 让越美车站能够经过重新规划 整修之后 尽量保留旧有的风貌 未来当地社区一起投入维护 与导篮解说 让这里不再杂草重生 已成为观山镇四代人记忆的铁路故事馆 在这里能够对孩子们诉说 老一辈人心情努力过的奋斗史迹 动态新闻张家伟 观山镇报导 台东生活美术馆又有新的展出 这次是展出廖芳英布衣的推秀展 而布衣推秀这项工艺呢 国内只有少数的艺术家投入这项创作领域 因为每件作品从构图到完成 不仅是旷日费时需要耗费大量的材料 而如此推秀的作品呢 在台湾可以说是相当的少见 而现在有这个机会来到台东的生活美术馆展出 也鼓励民众到现场欣赏这些 得来不易的推秀艺术品 推秀这项工艺 源自西藏唐卡的宫廷制作 由于每件作品从构图到完成 创造耗时 过程繁复 国内只有少数艺术家投入这项创作领域 台东生活美术馆日前展出 《药叉神匠》《廖方英布衣推秀展》 基于自己对信仰的前程 创作出这一系列观音与十二神匠的作品 廖方英老师是花莲人 然后 呃 他会学习布衣推秀是因为他 就是大概20年前 有人送给他一个布衣推秀的材料包 然后之后他就自己开始学习布衣推秀的创作 本来对方是要教他的女儿做的 结果后来反而是变成他自己在投入这个创作 推秀在创作时 以布料包裹棉或硬纸板 呈现立体感 使用多重布料拼贴才能完成一件作品 呈现出不同于一般绘画形式 展现曲制日常生活的艺术美感 秀其实是源自于西藏唐卡的一种创作技法 然后他在清朝的时候是就是变成一种宫廷的艺术 推秀他的特点是在于像这种立体的部分 他会在布料下面去衬棉花或是硬纸板 去做出这种立体的效果 那跟一般的拼布就比较不一样 那廖老师他本身因为他宗教信仰的关系 所以他这次创作的作品也都是 就是有这种宗教遗憾的创作 那也是比较特殊的地方 要擦绳匠料方应不一推秀展 展其游击日起至9月9号为止 欢迎民众走一趟生活美学馆 品味作品所带来的宁静祥和的氛围 东台新闻刘大游台东市采访报导 在台东的台九线还有台十一线上 都可以常常看到许多大货车还有连接车 载着货物在路上跑 不过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外表庞大 看似笨重的车子飞起来的样子吗 就有一名美国的飞车特技人员 是创下了新世界的记录 驾驶着9顿重半的卡车飞要50公尺 打破先前19公尺的世界记录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大车子是怎么飞要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应该很难想象庞大的货车 整台飞越起来吧 在美国有一系列这种的比赛 挑战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或乡行车 不断的推足马力 冲上沙堆 只见那些外表庞大 看似笨重的大车 还真的飞越了起来 而日前更有一名飞车特技人员 驾驶着9顿重的半卡车飞越50公尺 打破先前19公尺的世界记录 虽然如此飞越的动作是相当危险的 但对于那些追求刺激及爱好冒险的人来说 想必是最痛快的一种活动 当然这些行为都是专业的特技表演 观众们可不要在马路上模仿常识了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 台东目前有五处乳牛的养殖场 而负责供应台东地区牛奶的主要产量 有别于美国大多都是以玉米还有大豆养殖 既然不健康又容易产生病变 而台东洛农多以牧草搭配全玉米 再加上营养的草料来喂食 尤其是牛汁的主食牧草 每日消耗量可以说是相当的惊人 因此许多洛农都会自取种植牧草 然后制作给牛来喂食 既然能够保育这个土壤 又能让乳牛能够吃到最健康的草料 产出的牛奶也更为相成 这片是被南乡落农自己开辟 专门种植牧草的草场 收割之后经过缴碎 全部再运到除料桶 作为喂食近两百头乳牛的饲料 这只这样晒了挂 它就像一块一块出来 对 从那噴出来就一块一块 我们这里把它拼下去 拼下去贴在买的车 不过想让乳牛产出又香又浓的牛奶 可没那么简单 远看过去这两条长长的东西 洛农给它取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叫做灌香肠 这是玉米 定义整长的玉米 连玉米水这样 刮刮刮 在西坡 刮刮起来 然后我们这里用鸡鞋 把它鸡 鸡这个香肠室的 鸡起来 开始差不多20天来 它会发酵 把氧气都发酵完了以后 就变无菌了 没有氧气无菌了 就可以放很久 然后鸡牛当一个炒料 因为这样是第一点方便 第一点营养好玉米 热能关 这看起来像碎屑的枯状物 全部都是整条玉米打碎之后 由西部业者再运过来 全部塞入帆布袋中 经过日照 将玉米内含的水分蒸发 加上发酵之后 就可以与木草混合给乳牛食用 针对鸡鸟玉米与木草 农粮鼠有提供每公顷四万五千元的补助 鼓励农民种鸡鸟玉米与木草 除了可以减少进口之外 还可以减少灌溉的用水量 增加地主 让租农地的诱因 充分利用国土资源保护地利 东台新闻张家伟便能向报道 台东的离岛之一绿岛 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海洋资源 不仅渔获丰富 温暖的黑潮 环绕绿岛四周 也让绿岛孕育出许多形形色色 多采多姿的鱼类 还有各种稀有的珊瑚 而这些天然资源 也让绿岛的潜水观光产业大为看好 每年都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只为了能够近距离欣赏海底的美丽世界 带您一起来看一看 从赤道北流而来的温暖黑潮 环绕绿岛四周 让绿岛富含渔业资源之外 更孕育了多样化的鱼类 珊瑚以及无脊椎动物 这些面貌多样的海洋生物 再搭配海底多变的造型 就构成一幅幅美丽的海底景色 也成为潜水爱好者向往的潜水天堂 这项蓝金观光产业 在绿岛潜水业者的眼中 只要硬体设备以及人员都就续到位 海洋生态结合观光的远景 可以说是一片看好 绿岛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 对潜水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在绿岛要发展潜水这个 其实很单纯也很简单 因为天然环境已经给予我们很优渥的 很优先的条件 那我们只要把我们本身的硬体跟设备 还有人员准备好 就可以造就一个非常好的潜水环境 那永续的发展 这个对于人才的人力的培养 还有人力资源的这个培训 还有行销 这个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绿岛当务自己 所必须要做的 美丽的海洋让你新生向往吗 海岛旅游正夯 布防备妥行囊 到绿岛寻找海底那幅最美的图画 东台新闻在绿岛乡的综合报导 再来带您关心气象方面的资讯 在29号中午之后呢 中部以北地区 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 仍然有热对流的发展 但是降雨强度还有范围 都比28号来减小 而平地主要在接近山区 附近才会有雷雨的情况发生 而山区呢 有可能这在午后 会有明显的局部较大雨 是发生的几率 所以鼓励民众 建议民众在前往山区活动时 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盛防瞬间大雨雷击 还有长征风 以及溪水暴涨现象 接下来带您关心台东县 各乡镇市的天气概况 台东市与北南乡 25到32度 中午地区 22到34度 南回地区 南回地区 24到32度 海线部分 26到34度 离岛部分 25到32度 接下来带您关心 农密地的资讯 国历7月30号 那天是农历的6月15号 日冲属牛 55岁的朋友 当天请您特别留意 当天适合祭祀 修造 出行还有盖屋 比较不适合冻土 破土 绝井还有安葬 基石则是落在了四五生 有这四个石层 看看星座方面的运势 本月主打星是火象星座的狮子座 而当天你的星云星座是土象星座的金牛座 星云数字则是微久 不过整体运势属于不价的状况 只有两核心 看看您当天的整体运解析 销售人员容易有出出碰壁的挫折感 记住一定要乐观自信 当天有可能会有异想不到的机遇 而恋爱中的人 会遇见比另一半更优秀的异性 所以逃避旧恋情的念头 有可能会浮现 切记不要因意识冲动而做出决策 而表面上投资形式不错 表示这个投资潜力 并不如这个预期所想的 所以请您一定要多留意了 与您分享一则例子小语 多多表现您积极亲和的一面 帮助别人就是强大自己 以上资讯与您分享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台东人关心台东市 请锁定20频道 我是家伟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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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